在离开德云社之后,曹云金又很快地换上了无情师傅,郭德纲同款的奥迪Q7。 一来可能是向师傅致敬,二来也可能是让老姑子瞧瞧自己的本事。 随着商业价格水涨船高,再加上师傅郭德纲,时不时在媒体面前置唐一丝,曹云金的知名度终实提高了不少。 而近日他扬言说,要把二次元界融入相声艺术,与二次元称上关系。 其实是曹云金参加了腾讯视频的新节目《我爱二次元》,身为相声演员的曹云金,算是跨界成破次元币大使。 其发布会上成功扮演超级玛丽之后,这次他又尝试了其他类型角色。 曹云金也是在用自身的跨界尝试来创造突破次元币的可能,编辑了传统相声长跑马卦的常规模式。 不久前,曹云金现身上海,画风骤变,走进了二次元的世界,穿上红卫衣,背带裤,再戴一顶红帽子。 以这一身经典的玛丽奥造型和搭档游云天说了段相声,当中设,集了超级玛丽,魂的我,孩儿兄弟的经典游戏,做动画,整段表演却是融合了不少二次元元素。 节目中,曹云金在《我爱二次元》节目中,以二次元的形式说了段相声,并自称二次元相声的第一人。 然而第一人的称号,还是触动了网友的敏感神经,纷纷调侃,想问问博德纲怎么看。 在节目里,曹云金对相声和二次元的结合,显得颇为自信,野蛮之后,曹云金变质帝有声帝宣称,我觉得这是二次元相声的第一人。 2次元相声